现在准备出镜了 过了这个离港观察 现在去安检 现在准备去登机香港快运航空 东京时间10点43 到了宇田国际机场 国内应该晚一个小时 国内应该是9点43吧 OK 到了日本的海关 然后 现在要等待着这个过海关 这么多入镜的 等待着入镜的 还是以中国人为多 我的在留资格当场就办下来了 当场办下来的上边 写的是 我昨天在机场这睡了一夜 然后呢 现在要准备坐车 要往高田马场去 我今天去那边办一个手机号 我在高田马场的NBK Mobile这儿办一个手机卡 非常感谢小李同学 黑龙江的小李同学在日本待了8年 昨天我们在联系好了给我一个地图 我就到这来三首线的高田马场站 一出口这儿 办这个NBK这个网络就是那个手机卡 我现在就可以那个用日本的网络了 所以我现在不用担心这个流量的问题了 我也非常感谢小李同学 我感谢 费心中章找不到这个新宿这儿的这个快活club 我觉得就网吧 但是弄住没有房间了 现在怎么怎么办 琢磨什么怎么办呢 今天在秋月圆边遇到了 大哥怎么称的 我秀吗 大逼马大选 然后呢 一路指导我怎么做这个长弹线到新宿路 非常感谢 你看 感谢完美的中国 中国同乡 和正常感谢 刚才在这个街上溜达 就是东京旁边的一个小镇吧 下雨了 我在这歇一会儿 我靠 我说在这歇一会儿呢 这个就开始下雨了 我也没有带伞 这个雨越下越大 天又放晴了 你看 刚下过雨 然后这边天空是蓝幽幽的 然后这边呢又是乌云密布 那边肯定还会有雨 你看后边的夕阳很漂亮啊 这个阳光挺漂亮的 我现在拖着我的行李 要往租的房子那个地方赶 今天晚上还要去买一些那个 住的 被褥啊 这些东西 我现在在办理这边的国民健康保险 保险料所得申请书还有一个住民移动件 就是要登记一个地址 来日本之后注册这个地址非常重要 OK 我现在在这个市役所这办理我的地址登录 还有一个那个叫什么 国民保险和这个证件 这也就是从入境开始15天内就必须要有一个地址注册 不然的话呢就成为非法的滞留了 OK 我的地址已经注册了 然后过两周左右呢会发给我一个 类似于身份证一样的东西 上面有一个 有一个号码 那个号码呢是关乎到以后 我无论是工作啊还是生活啊都会用到那个数字 非常重要就相当于国内的身份证号 我靠地震了 刚才手机报警地震 真的感觉我刚才真的感觉到地在震了 我现在赶紧找一个空旷的地方先 先站着 我现在还感觉到地在震 地在晃 但是街上也没看多少人出来 还是我的反应过度了 地震在日本这是一个很平常的事情 OK 我今天要去东京去换点钱 我要交房租了 以前我觉得在北京的时候换乘是个非常头大的事情 因为要走很远很远 没想到这个东京也是这样的 我现在到了东京日比武站 一出来就能看到这个货币2币 这个地方已经那个下班了 我再到别的地方去看一下 外币兑换 OK 终于找到这个兑换机了 我先兑换100美元 我看是多少钱 我看汇率怎么样了 OK 我刚兑换的是 100美元兑换的是 12,370块钱 一下一共兑换了17万3千多 我现在还算不清汇率 感觉这个钱花的比人民币要飘一些 咱们在国内用钱都会算着来 但是在这儿就算不清楚 尤其是它这个面值比较大 究竟也不知道花了多少钱 这儿的给换的钱呢 比较便宜吧 也就是它的手续费也好 还是它的各种的那个比较扣的比较多 但是如果没有这个银行卡的话 那实在没办法 那只能在这儿换了 因为其实在东京来说 换钱的地方 其实也不是特别多吧 也不是满大街都有 也得到繁华地方才会有 我现在要赶紧坐车回去了 这个时间有点赶 赶回去的话 也得要40分钟电车吧 这个日本那个通行 左侧通行 东京的是左侧 大阪是右侧 我们中国也是右侧 我现在来看一下 我要坐长盘线 北千住 OK 北千住在上边 我现在要往北千住去 然后到北千住 然后再去换车 我刚才还特别害怕 坐了一个快车 现在正好每一站都停 那就是我到新松户 我今天要买一辆车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两位 非常的认真 非常仔细 这一辆新车 两万日元 两万日元 河下人民币 1053左右 比我前边 在前边那个车店 看的要便宜好多 代步工具吗 中文字幕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